嗨嗨,我是Josh 今天是球路的故事第二彈 沒看過上一集的 可以點右上方的連結喔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第一個球路 是老虎對Michael Farmer的插子變速球 插子變速球又被叫做螃蟹球 它的握法是把中指跟無名指給撐開來夾住球 跟紙插球有點類似 插子變速球的英文叫做Mulcon Trendrop 這個名稱是來自於新建七航季 裡面Mulcon新人的招牌手勢 看起來是不是跟叉子變速球的握法很像呢 我沒看過新建七航季 跟我說是Big Daddy B的手勢 我還比較有共鳴一點 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他是一個前幾年過世的摔角選手 好了,我們把話題回到Farmer身上 Farmer的職業生涯是從紐約開始的 2011年他被大都會選上之後 教練便跟他說他必須要練一顆變速球 Farmer高中時期就會投變速球了 不過他投得不好 在實戰中只會拿來當作配球使用 為了要練出可以在大聯盟使用的變速球 Farmer試了七八種不同的握法 但是沒有一個握法適合他 後來教練提出了插子變速球這個選項 這幾乎是Farmer最後的希望了 他說他從來沒有用過這個握法丟過球 但是他一開始嘗試這個球路 就馬上發現這個握法 讓他感覺相當舒服 雖然他在2012年就學會了這個球路 但是據他本人所說 他是在2016年之後 才開始頻繁的在實戰中使用它 前面也有提到 插子變速球與其說是變速球 其實他更偏向於紙插球 Farmer可以透過細微的調整 讓這顆球路往不同的方向下墜 他就是用這個方式來混淆打扯 今天要介紹的第二個球路 是天使隊菜鳥 Justin Anderson 的彈指滑球 一般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是彈指曲球 彈指滑球這個球路相對來說比較罕見 我們先看一下Anderson彈指滑球的握法 這個握法跟傳統的滑球握法有明顯的差異 有趣的是 這個特殊的球路並不是任何一個教練教Anderson的 而是他去偷學來的 Anderson在小聯盟經常遇到太空人的年輕投手 Din Ditz 他當時發現Ditz的滑球投得非常好 所以Anderson就根據照片 還有推特去研究Ditz的滑球握法 並且從去年冬天開始練習這個球路 他整個休賽季都在練習 他說他的未婚妻可以幫他作證 為了要讓自己適應這個特殊的握法 Anderson坐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會一直用這個握法拿著球 他們家的狗狗會一直看著他 以為Anderson是要跟他玩丟球的遊戲 到今年春訓的時候 他這個球路還不太穩定 狀況時好時壞 但是到了現在 他已經成功讓這個彈指滑球 變成他的必殺武器了 他在大聯盟除了四封線直球之外 就只投彈指滑球 他彈指滑球的使用率 甚至還高過於直球 而大聯盟的打者 對於這個彈指滑球 也是相當頭痛 打擊率還不到兩成 看來Anderson這個冬天所下的苦弓 是非常值得的 我是Josh 今天最後再來預測四足啦 上次法國開賽13分鐘 就把我的彩券踢爆齁 我就不信邪 這次再買他對面 而且中注200 不過這次我學乖了啦 不買正確比分了 至少不會一開賽就是彩券 我們下次見 掰掰